原标题,巴基斯坦爱长,感谢中国等国的调停据俄罗斯微信网报道。 巴基斯坦爱长库雷西表示,宁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缓和。 他补充说,巴基斯坦已经决定将其高级专员派回印度首都新德里。 库雷西对记者说,宁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似乎正在缓和,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。 库雷西宣布,巴基斯坦代表团讲反发新德里,与印度官员讨论尼伊中的塔尔塔普尔走廊。 通过这条走廊,印度的宗教信徒可以不用签证,前往边境附近的一个礼拜场所。 库雷西还感谢中国、土耳其、俄罗斯、阿联酋合约带外账,帮助缓和印巴两国的紧张局势。 巴基斯坦驻印度大使2月14日,引控克什米尔地区,发生了一起炸弹袭击事故,造成了40多名印度安全部队成员死亡。 随后,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方面,对此事负责,并出动战机轰炸了八方一侧的领土。 随后,巴基斯坦击落了印军的米格20亿战斗机,此后,巴基斯坦送还被击落的印度飞行员。 但是,两国的实际控线附近依然冲突不断。 2019年3月6日,外交部发言人陆康,主持召开例行记者会。 有记者提问称,巴基斯坦外交部3月5日表示,巴基斯坦外交部3月5日表示,巴主印高专家很快返回新额里职。 巴印双方离于3月14日,28日派团互访,就巴印连进卡塔普尔通道市进行磋商。 巴方愿继续与印方保持作战指向其别的沟通。 中方队。 此有何评论? 对此,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,中方对巴方宣布的上述新建价表示欢迎,这有利于地区局势区团,并相好发展。 巴印是巴不走的邻居,两国和沐相处符合双方根本利益,也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。 希望双方继续护士善意,想想而行,通过对话拓出分歧,改善关系。 中方将继续为鼓励和推动双方对话,发挥建设性作用。 中方继续为鼓励和鼓励和鼓励和鼓励。 中方继续为鼓励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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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鼓励。 中方继续为鼓励和鼓励和鼓励。 中方继续为鼓励和鼓励和鼓励。 中方继续为鼓励和鼓励和鼓励和鼓励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